9月22日 大批港人响应网上发起的 和你塞4.0大行动 到机场一带做交通压力测试 警方沿途截停机场线巴士 现场检查乘客证件、手机 并派水炮车进入机场戒备 据苹果日报 大批港警一早就在青马转运站设立封锁线 监察所有驶往机场的巴士 警员除检查巴士及乘客外 甚至连在转运站等后转车的市民也会搜查 报道记述 曾有3至4名警员 检查一名约20多岁的年轻男子 翻查其行李箱及背包 并要求该男子将电话解锁 警员查看电话之外 更询问电话内的内容 一名年约30岁 抄普通话的男子被带辖车来搜查 警员翻查其背包及证件后 向对方说谢谢你 其证件是一本写简体字的红色护照 显示该男子可能来自内地 事后一名警员护送他到车展旁上车 两人彼此勾肩打背 中午12点多 一名黑衣青年被搜出口罩 眼罩及劳工手套 虽然说这些物品全部具备攻击性 但警方仍以有机会 防扰公共秩序为名将这名青年居捕带走 期间这名青年未被锁手铐或绑锁带 大约在上午10点26分 媒体看到装甲车及两辆水炮车前往机场方向 其中一架水炮车被停在机场1号客运大楼外 客运大楼通往巴士站的出口处停有两辆装甲车 装甲车天窗处有防暴警在戒备 手持长枪全副武装 其装束不同于机场特警及普通警察 港警过度使用暴力烂拳已经成为常态 仅据香港警方自行发布 反送中运动至今 警方至少已使用超过4000发弹药 包括约3100枚催泪弹 590发橡胶子弹 290发海绵弹 甚至三发石弹 以上新闻由欧洲希望直升记者郑平报道